霍兰这名教授正在镜头前 接受电视台访问 正当他震惊八百地开讲时 一旁的小橘猫竟然顺势 爬上他的右肩 直接站在肩上开始磨蹭 不顾教授一脸尴尬 只见小橘猫忘情地 舔着他的耳朵 甚至尾巴一挥 直接巧妙挡住 主人的双眼 让波兰教授只好赶快抓住他 故作镇定继续分析 正经八百的访谈 却被猫咪抢走了风采 这样搞笑乱入的影片 之前在南韩也曾发生过 釜山大学教授 正连线BBC记者 讨论严肃的普警惠残案 没想到女儿大摇大摆乱入后 二宝也搭着螃蟹车进场 整场连线瞬间失焦 害得妈妈赶快滑磊入场 把两个捣蛋鬼拖出去 猫咪和小孩误入访问现场 呆萌反应也顺势掳走 网友的心 赛利新闻许少真报道